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人生百味 就是算是一个做街头倡议行动的组织 然后在街头上做食物分享也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 对然后也是 其实在街头上不只是我们会是 其中一个会去发辩的团体 然后有很多的像街头上有很多像流水一般的社会行动 对都非常的一直都持续的有 然后但也非常的零散 所以社会台北市社会局的统计 是一年差不多有106个团体会自主或个人自主性的上街头去发便当 那累计起来就有8万多份 但是都不定期也不定额 就像早上有说过的 他可能有时候一天就是饿了一整天肚子 有时候又一天一来又来了好多个 特别他会集中在可能上次寒油来的时候 或是有节日的时候 像可能元宵姐也许 昨天就有很多街友大哥大姐 可能都吃了很多的汤圆 所以在团体之间没有互相的协调跟分配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可能已经吃饱了 但也许他早上醒来 狡边又多了好几个便当 好几个宵夜放在旁边 或是他吃不完 或是大衣拿了很多件 他也用不到 他也许把它丢掉 那有些人看到之后会觉得很反感 觉得这样子很不OK就借有浪费了很多人的爱心 那就开始会有引发一些社会排除的行为 像有些人可能会呼吁说 禁止喂食游民啊 禁止捐钱给游民这样的事情 对 但我们会觉得其实这一些社会行动 不管是团体或者是个人 他都是这个层次里面很强的动能 他只是不需要被禁止 他只是很需要的很需要被整合 这些资讯需要被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主要会有三个使用的族群 就是像社福团体 社福团体其实算是最稳定的 也最可以被预期的 就是发展团体 那他们也在做的都是常态型的服务 但是他们可能团体之间缺乏协调的话 大家就各做各的 也都不太知道彼此去发展的时间 跟彼此确切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善心的民众的话 这样的量很多 但是大家可能都会是收到天气的影响 寒流来的时候 或是收到新闻有报道的时候 就会突然的想起了 街头上有这样的一群人需要帮忙 所以就会来自主性的来做志工活动 那无家者的话 就会是被动的等待在街头上 他没有办法预期 什么时候会有人来发便当 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做这个平台的话 就让资讯先整合先初步的做到整合 然后再慢慢的去深化 所以工作重点的话就会是想要让这个网站 它的使用会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也许让有一些可能来发便当的可能都会是一些宗教团体 然后有些就是牧师啊 或者是一些佛式阿姨上了年纪的人 他们要来发便当的时候 他就他可能需要一个很简单的使用界面 所以他不用太复杂 他就可以就可以来 不用不用学很久就可以用 那这里面就会包含一个公开的行事例 是任何人他都可以上去看到 这个月什么时候会有团体来发便当 就包括有很多会使用智慧型手机的街友 他也可以上去查看说 哪几天会有人来发便当量有多少 那也是可以透过登录去登记说 你要在哪一天的时候来发便当 那当你发完便当之后 你就可以回去这个平台上去分享你的经验 那有人可以回应你 这慢慢就变成一个可以互相支持的社群 所以大概会长这个样子 他就可以是很明显的一个日历 然后最基础的功能就是登记跟查阅 他可以去不同的分野 像台北车站某甲公园 哪个地方会有人来发 对所以其实这些使用的族群 他是看起来非常松散 但其实非常有效 因为是真的有人在发便当 也真的有人需要吃 所以那个供给跟需求是确实存在的 对所以如果说做这个平台的话 也确实会有这些人来使用 像我们会觉得优先的会请邀请一些社群团体 先来登记来使用 因为慢慢的有比较稳定的基础的使用者之后 我们再推广给就是善性的民众 都也可以来一起登记 对然后无家者的话 他就可以在有人来发便当的时候 协助帮我们推广 就是有人来发便当就给他一个可能QR Code 或是拿传单给他 时间到 好所以就是想要做一个稳小而扎实的改变 让这些物资可以在对的时间给有需要的人 那也很欢迎大家的加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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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